一人吹髮 一人化妝 短短半小時 要讓酒店小姐完妝上工 中山區酒店小姐BOBO 40多天來沒班上 只能吃老本 那每個月也是 一些保母費跟房租費都要繳 對 蠻擔心的 渴望在短期內復工 酒店小姐們 忙著Settle造型備戰 同樣在中山區上班的 凱莉坦言 既期待 又怕受傷害 其實有點彈劾 可能 新聞或是擁抱 這個可能就稍微要避開一些 酒店小姐沒錢賺 就遭業者也大受影響 美妝美髮店 生意冷冷清清 苦不堪言 酒店舔業以來 林森北路非常多的店家 生意都受到了影響 除了美髮業之外 服飾業者也希望酒店趕快復工 讓這些小姐可以回來消費 酒店小姐上工前 通常會到附近的服飾店製裝 從禮服 內衣褲到高跟鞋 都在這打理 業者希望酒店趕快復工 希望說趕快復業 然後讓我們這些商家 可以趕快恢復到以前的 那個就是經濟狀況 業者的希望 21號晚上就可能實現 全台北市中山區13家 松山區一家 共14間酒店 收到台北市政府的核准函 成了第一波復工的酒店 實際來到林森北路 就直擊工作人員到酒店送毛巾 另一家也是 鐵門半開 似乎在為復工備戰 甚至還有尚未開幕的酒店 工人忙進忙出裝潢包廂 冷清的林森北路 何時能回到過去那般不業成盛況 從小姐 店家到業者 大家都在期待 記者潘嘉義成選 台北報導